本期影片是应模为观众的要求 通过免费的影片剪辑软体 简单演示要如何达到这种无限延伸的动画效果 首先,会有这种动画效果的需求 主要来自Vejourney与上个月推出的Zoom Out功能 通过Zoom Out,我们可以无限地将图片往外扩张延伸 不过,Vejourney本身产出的是图片 因此我们还需要使用剪辑软体将这些图片拼接起来 在这里,我会通过剪映这个免费剪辑软体来进行演示 剪映在这个动画生成的操作上 会比其他软体如Adobe Premiere Pro或 DaVinci Resolve来得简单一些 在开始以前,我会建议先将从Vejourney上产出的图 再通过一些放大平台将解析度提高 只是因为Vejourney本身产出的图并不是高清版的关系 我在这里建议使用免费的Upskill Media网站服务 免费版每天可以上传并放大10张图 使用方法就是将你的原图片拖页到画面上 再将完成放大的图下载到电脑上即可 剪映的部分 如果你有抖音账号的话 建议可以下载剪映专页版 里头的过场特效和文字效果都是需要开通抖音账号才能使用 不然的话,建议使用海外国际版的CAPCAD就好了 操作界面都是一样的 只是CAPCAD没有中文界面 打开简映并通过点击开始创作来创建一个新的影片项目 并在这里将放大完成的图片拖页到导入这个区块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制作动画了 首先,无线延伸Infinite Zoom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由远至近 另外一个则是相反的,由近至远 由远至近在实现上相对直接一些 我们先看看要如何完成这样的动画吧 将最远的图片拖延到时间轴上 剪映会自动将图片填满整个画面 目前这张图的大小就是100% 要达到由远至近的效果 我们需要将图放大 并且为了要跟下一张图无缝接轨 我们需要放大到跟新的图一样的大小 这时候,你必须回想起你在 Majority上所使用的Zoom比例 我一般都是进行两倍Zoom Out 这样计算起来简单很多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使用两倍Zoom Out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计算出 这张图片需要放大到200% 首先,我们在时间轴上这张图片的最前面第一帧上 在右边设置栏上的缩放值旁边这个菱形 点击一下 这样就可以针对缩放值设置一个关键帧Keyframe 然后,再点选图片时间轴上的最后一帧 一样点击关键帧Keyframe 然后再将缩放值调高到200% 这样一来,动画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点击播放器的播放键 或使用键盘的空白键来查看效果 接下来,只要将所有图片都进行一样的处理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操作虽然简单,却很花时间 我的建议是 我们可以通过复制这个已经做好效果的第一张图片 然后往时间轴上复制 之后,再将第二张图片拖曳到新贴上的这个图片中 这样一来,第二张图片就会替换掉第一张图片了 但时间轴上的动画设定却仍然保留 以此类推,使用相同的手法就可以快速产出多组动画效果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从图片一过渡到图片二的时候 外延的部分似乎没办法完全契合 造成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我们通过upscale media放大的时候 图片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 另外一个可能是medjourney本身在放大时也有一些误差 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我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将图片二的第一帧放大到120% 这样一来,有不同的部分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而既然图二的第一帧是120% 那第一张图就不能只放大到200%了 根据之前的计算法 图一应该放大到240%才对 经过调整以后,整个动画效果就完美了 确认了没有问题之后 将图二的最后一帧也调整成240% 我们就可以使用图二作为基础 继续复制贴上,然后替换成图三和图四了 如此一来,整个动画便完成了 好了,这是由远之近的做法 由近至远的逻辑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图一是最靠近的图 然后第一帧必须从240%开始 然后逐渐拉远到120% 操作的逻辑是一样的 只是数值需要倒转过来 以上是通过剪映来完成的 Infinite Zoom无线延伸效果 使用Premiere Pro或DAVinci Resolve 其实也是通过类似的概念 使用关键真动画来进行缩放即可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谢谢